東南亞國家中台灣人最喜歡 大概就是到泰國去玩了 也因此在台灣也出現了很多的 泰式甜點店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不同的花樣 它的南瓜燉起來跟布丁一樣的軟 然後感覺合胃一屁 它吃起來香氣很重 有鹹鹹甜甜的感覺 而且它做得很紮實 泰皇武士自行研發的椰膏 有宮廷點心地位 流水至今吸引許多老套上門 師傅他的家鄉菜 那我們這邊就是甜點 都是師傅他自己手工製作的 將近就是每一桌來點的客人 幾乎有九成的客人 都會點用我們的甜點 那在飯桌率上也因此 就是刺激我們的飯桌率 有一到兩成的消費 由泰國進口的花形道具 附著再來米麵粉 炸出一圈圈美心可口的花餅 吃多指的芝麻香味 是剛從泰國引進的稀有甜品 因為這兩道菜就是用手工 在泰國都是用宫廷 專門弄給那些皇后那些人在吃的 在台灣的話 只有我們這邊在賣而已 泰國這一道沾上果糖果椒 外型貌似紅蘿蔔和草莓 其實本尊是綠豆人 太陽的口感在泰國越來越盛行 夏天濕非常清爽 師傅專業駕駛甩起麵糰超水準 方塊餅皮下坡 香味普遞 擺上切片香蕉 再加入奶油增添奶香 香蕉煎餅外脆內軟的口感 撒上醬料 再來杯沖泡至少六回的菜式奶茶 不會很甜 然後也不會蠻膩的 然後香蕉味還蠻重的 遠從東南亞而來 菜式甜品甜濃香 色彩繽紛充滿溶軟的熱帶風情 記者張凱良舉重影 台北參謀道